郭文貴議員 我們在這裡 明年這樣的紅髮步驟 我自己 不是很了解香港的情形 我不知道香港的信徒 對這樣的感受是如何 我每年在香港紅髮 我不知道香港的信徒 有什麼感受 應該是感受如何 我總想到佛陀 當初在世的時候 靈散聖會 為什麼我們把它 不能實現在現代呢 我常常都會想到佛陀 靈散聖會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 將它實現在現代呢 我個人 經常在佛光山 枯頭上枯 就是一直 焚臂 一個核板 這樣子做意 我過去在佛光山上堂 就是用一支粉筆 用一塊黑板 就是這樣做上堂的了 但是 但是 在你們這麼多人的前面 我一直 封閉 一塊核板 不夠力量啊 我很 叫它 不夠 不得已 就和香港的好多的義工 好多的能力 甚至好多的出家大眾 一起來贊助 種子一舉 是希望進入香港 有靈散聖會 今天我在這裡 對著大眾 我不可以 只是用一支粉筆 一個黑板 來跟大眾說話 因為這個力量是不夠的 所以我就要集合在香港的信徒 甚至乎這裡的法師 一起 來助成者這件事幹 希望你們能夠聽得完 將這個靈散聖會 在香港現前 現在 我們再講到這個 NRBC 神 這個神基 大家都很認真 一個頭 兩個舌 兩個腳 甚至就是 腹內的五腸六肺 也經過醫生 甚至醫專家 都能懂得長生 現在我們就講我們的身體 其實這個身體 就是兩隻手 兩隻腳 我們腹內的心肺 其實這一切 很多醫生 專家都研究都知道了 生氣和血 是我們兩大部分 甚至上有NRBC 性之面有很多的 視乎煩惱奮臂 身體和我們的心 好像在兩個地方一樣 身體有眼耳鼻舌 而我們的心 也有很多的煩惱 身體 有些健康 幫我們成就視义 身體的動作 縫移很好 也有很多好的能源 靠近的身體 可以助長我們 這是個事件 能和整個的社會 種種的狡猛 身體是很重要的 如果是健康的時候 可以成就 我們很多的事業 這個威夷 令到我們 可以助長 我們和很多人的交往 總而言之 我們所有對外面的事情 都是靠這個身體 我們在佛教裡面 講到這個身體 怎麼樣子 雖然是臭皮囊 是這個時事 明天我們快找一個時事 在活動 但是它對我們關係 還是重大的 就是所謂技嘉修正 比方說第一 要求偉儀 轉眼 我要偉儀 要很轉眼 這佛教都叫做四偉儀 行魯奉 勵魯奉 在佛教裡面 雖然我們說 身體是一個臭皮囊 但是我們總是要借假修正 所以我們身體的修行 要注重我們的威夷 在佛教裡面 佛陀曾經有說過 譬如說 我們要坐餘中 行如風 坐餘中 餓如功 第二點 要禮拜禪咒 就是說 這個禮拜 這個看起來頭 刻到地下去了 很準貴的 這個禮拜 路景山倒地 這個整個的宇宙都隨著我的 我們就從這麽樣 捕捉到我們的心裡 因為我們要寄討 正能和宇宙的正義之處 第二個我們要修行的 就是用禮拜 為什麼呢 將我們身體一下去 拜的時候 是非常尊貴的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就是在當下 宇宙所有的一切 力量就和我們在一起 所以要知道 這個禮拜是非常尊貴的 我們人和人要來往 打個電話 同個心 存證 我們和佛菩薩來往 就是禮拜 這個禮拜是跟佛祖菩薩 進行 就和到童話了 我們人和人之間的來往 就是打個電話 寫個信 但是我們和佛陀 就是靠禮拜 用這個禮拜 其實就是和佛陀 打電話來接信 你對什麼人都難祈求的話 只要你到父前 這個更服輸 你什麼樣的話 佛祖都能接受的人 什麼事情 你和人家都很難開其口的話 只要你來到佛陀面前的話 什麼話 你都可以跟佛陀講 要改變氣質 你看 聖佛教的 尤其最近在佛光山有個殘堂 相當有很多人進去殘城 多久以後 出來一看 那個氣質不一樣 可見 修行 能夠改變神行 一定不錯 第三 要改變氣質 譬如說 在佛光山 有個禪堂 很多人進去坐禪之後 出來 往往的氣質就不一樣 可想而知 這個修行 是可以不一樣改變我們的 這是個小型 讓人挪動佛物 老實說 天神無邪必有用 這個聖誌 你不用它 等到死了以後 讓它扶了 車廂用它 又來不及了 第四 我們就要勞動服務了 那這個怎麼可以服務呢 其實趁我現在的身體 如果你不趁現在 去為大眾服務的時候 難道你等到這個身體已經爛臭了 你才來為大眾服務嗎 現在 跟各位講這個行 然而必先神行 這個行 大家知會到 是什麼樣子 這個行是在哪裡呢 我們的行是無形無狀的 甚至你把自己的路 骨頭啊 骨頭啊 血液啊 分解起來 性在哪裡 找不到啊 所以 能引進 去無難存在 去吃出真性 在七個地方找性 要密性 要不可得 這個心呢 是很難去找出來的 譬如說 我們的骨頭啊 血液啊 將它分出來 分完了 你找 你都找不到的 所以說 在佛經裡面的靈驗經 裡面曾經 柯爛尊者 他七處密心 他就要找這個心 究竟在哪裡 詞曲曲 李宗盛